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首歌曲归处时候的感受 惊讶和惊喜并存 毕竟前三首歌曲涉及到电影 电视剧游戏 这说明周深已经成为了非常强手的歌手了 有很好的资源 可是随着第四首 第五首 第六首歌曲的发布 已经从惊喜变成了担心 毕竟慢工出细活嘛 高品质的音乐也往往意味着更长的磨合时间 因此难免担心周深这么快的发歌速度 会影响到歌曲的质量 可是结果却发现 担心有点多余了 第五首《望》以及第六首《明月传说》 都让人欣喜 都是值得单曲循环的好歌 于是开始好奇 周深是如何做到保量而要保质的呢 周深实力很强 又热爱着音乐 并且把作为歌手当做了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这样周深在音乐这条路上呢 是脚踏实地 一直都在学习 一直都在进步 当周深的现场演唱水平 可以与录音尺相媲美的时候 他录制歌曲的时间已经是大量的缩短了 毕竟这可以省去大量混音的时间 因此对于周深这样的歌手 真正耗时间的不是唱功唱 而是音乐审美和音乐理解之上 音乐审美决定了选歌 在资源很丰富的情况之下 要花时间去选择那些适合自己的优秀歌曲 通过周深发布的六首歌曲不难看出 里面很多歌曲都是带有来头的 要么是大制作的电视剧 电影主题曲 要么是大公司的游戏或者是活动主题曲 这些制作大公司资源丰富 可以请非常好的作词人 作曲人写歌 歌曲的品质上有足够的保证 音乐理解决定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唱出每一首歌曲独有的风格 独有的意境 独有的音色等等 而要很好地完成一首歌曲的理解片唱出来 无疑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磨合的 可是周深却能够高效地完成 保量又保质 除了周深之外 离不开他们协助了 周深与钱雷 一首歌曲歌迷往往关心的是谁唱的 做此做取又是谁 但是其他一些人却不怎么关心 可是录制一首歌曲离不开他们 比如说编剧人 制作人 混音师 合声 监制人生 编辑等等 如果仔细看去周深演唱的一些歌曲 会发现有些名字经常出现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钱雷 钱雷是金牌作曲人 他与周深的合作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一月份发布的新歌《归处》 《明月传说》都是钱雷作曲 而在《明月传说》当中 钱雷不仅仅是作曲人 还是编曲人以及制作人 除他之外呢 还有徐维也让我们印象深刻 很多周深演唱的歌曲当中 都能够找到他的名字 他的身份也很多 有时候呢是人生编辑 有时候是录音师 有时候又是配唱的制作人等等 除了歌人 还有两个团体 也经常出现在周深的歌曲当中 他们就是国际首席爱乐团 以及亚洲的首席爱乐乐团 这些与周深经常合作的人们 都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 长时间的合作 配合度 默契度越来越好 关于歌曲的想法 也可以很快的执行 录制歌曲呢 也会事半功倍 这样才能够保证周深 一个月之内发布六首歌曲 还能够保量而有保值 当然也只有周深足够优秀 品格足够好 才能够吸引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人 一起合作 因此无需担心 期待周深更多的新歌曲好了 吃高不甜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